2015年5月6号百革时事为你整理各报评论 首先是新周日报的评论标题是 议员马来文虚优等 近日有人建议 规定候选人必须拥有SBM马来文优等的资格才能竞选 这是为了确保能提高国会辩论的水平 针对这番建议 马大法律系副教授阿兹米在新周日报专栏 五位新世界点出两个问题 第一能成为国会议员的资格应该越低越好 理由是在民主机制下 应该将有人们去决定他们要选择谁代表他们 因此法律应该尽可能不要限制选择的范围 第二良好掌握马来语 只会带来文法上更正确的辩论 而非更有数字的辩论 作者指出 在我国国会面对各种缺点的困扰 例如拥有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国会议员 而他们仍然可以使用正统的马来文说出令人厌恶的话 作者认为这样的建议只会出自于那些热衷于塑造单化源社会的人 类似的人的思维往往只会提出狭隘的观念 接着是光明日报的评论 标题是不过沧海一声笑 首相阿基哥和夫人 在女儿婚宴上的跳舞短片在网上引起热议 光明日报看见专栏作者认为 两人在这支舞中只是随意摇摆了几下 却被人认为摇掉了首相的身份和地位 同时也摇出了民间疾苦 作者质问 首相跳舞和民间疾苦到底有何水乳不容的关系呢 文中指出 在朝廷内阁里虽然纳吉是首相 但在女儿的婚宴上他只是个父亲就这么简单 婚礼不是政治舞序那么复杂 像闹党争又搞权斗非要你死我活不可 而首相嫁女应该怎么嫁法 该有个怎么样的排场和气派确实是一门学问 不过就跳舞来说作为老爸和岳父就让阿基哥尽情的舞吧 任性一下也任性一次不过沧海一声笑 好 好 好 Ну 好 好 好